丫头 以后有你来跟黎明集团 对接合同的事 我吗 怎么 你不行 慌人 我行 我行 我来 谢吴律师 认真点啊 先看一下 妈 黎明佳 你为什么跟小丁分手 你跟我说清楚 那个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不听你说 你先听我说 你要结婚 你要买房 你的舅舅啊 舅妈呀 还有阿姨啊 都知道 你现在说分手就分手 你让我怎么跟大家交代 你知不知道你二姨啊 因为你买房子 还转了一半块钱给我 你让我怎么办啊 还有 你们两个到底为什么分手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是不是你的原因 是不是你要分手的 没有 没有 都没有了事 我们俩就是和平分手 再说了 又不是别人说给了红包 你就不能分手了 是不是 没有这个道理 再说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我们俩就是思想观念上面不一样啊 这都很正常的事 不正常 一点都不正常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马上 必须给我 满意的答复 这谈恋爱呢 又不是买东西 还讲究售获服务啊 我们俩可能就是缘分就到这儿了 你说 好聚好散的 一笔一在一起 天天不开心墙 是不是 我没跟你说 就是怕你胡思乱想 你们俩都好了多少年了 你是从大一就开始跟她在一起 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年龄 你都给了她了 你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呢 她也给我挨啊 那能一样吗 你是女孩子呀 体检才分男女呢 对对对 女孩子吃亏 女孩子吃亏 我让她赔 让她赔 我不是让你赔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让你跟人家好好聊一聊 我要你和好呀 你好了这么久了 怎么就不能谈一谈啊 你赶紧给我和好呀 对对对 忙着呢 行挂 行挂 拜拜 你这就是胡闹 蓉蓉啊 这咱们家买一套房子 都得贷款 这一下要买三套 这不得上吊去啊 我说你怎么带我们到东边去看房啊 原来你这是迂回战术 你们先别急着拍桌子 先听我说 行不行 你说 咱家这些钱 在三环内只能拿下一套 贷款不少掏空家底 最多在北京有个小屋子 但是如果用足贷款 去五环外就可以拿下三套 两套我租出去 一套我自住 这样租金加上工资 完全就可以覆盖月供了 那我们就不是房奴了 我们就生计成房东了 北京的房东啊 这十世纪的跨越 可是你 你住在五环外 你这上班得多远呢 你通勤你考虑过呀 是 上班远就是唯一的缺点 那上班远怕什么呢 上班远才要大城市呢 等我以后生计成房东了 看谁还敢瞧不起 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 扬眉吐气 爸 你该统计工作了 这个账不难算吧 你甭管怎么算 我都不同意 你想想看 蓉蓉 一套房就要这么多 那三道房得多少钱啊 那就是三座大山啊 咱们现在手里就这么点钱 你月供每个月交多钱 你算过没有 你给我算 来 你别管我买几套了 就六十万 我给你打借条 借不借 借什么借呀 你没听你爸刚才算的 那贷款数字就是个天文数字 我不同意 最多买一套 最多买一套 你们不同意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让你们后悔一辈子 来 你这 还威胁上了你说 您好 我是金拿的李牧佳 我来找李总 有预约吗 有的 喂 李总 金拿的李小姐来了 让她进来 好的 李总 来了 牧佳 坐 这个是修改完的合同 请您过目 李好 垃圾